星成郡主到 院子里有一片的宁静 不知道燕王府哪里招呼不周 让高一伯夫人生这么大的气啊 高一伯夫人文言 回头打量南宫墨 狭长眼睛射出凌厉的光芒 哪里敢说燕王府招待不周 那夫人这是 难道这是高一伯府 到别人家做客的独特礼节吗 咱们高一伯府出生低位 自然比不得皇家高贵 但是燕王府也不能如此欺负人吧 欺负人 还请高一伯夫人指教 跟本郡主说说看 燕王府是怎么欺负人了 你还敢不承认 于而他们到了幽州之后 燕王府竟然不闻不问 我可怜的鱼儿竟然只能从客栈里出家 既然高一伯夫人不满意 不知你有什么好打算啊 总不至于高一伯夫人 打算将善家郡主 接进燕王府吧 你可想清楚了 他自然没那么糊涂 说现在就要将朱初宇接进府 还没拜堂成亲就住进燕王府 那是自降身份 除非朱初宇想给肖千伟当妾了 那也不能就住在客栈里吧 高一伯夫人应该知道 燕王殿下不爱惜乐 燕王府在幽州城外 并没有别院 燕王府几位公子也没有分家 自然也就没有别的院子 更何况 这门婚事来得突然 准备别院 总需要时间吧 你们自己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把新娘子送过来 怪神呢 高一伯夫人一致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到南姑墨继续道 另外 若是高一伯夫人 当真对爱女如此关心 何不事先为善家郡主 准备好出嫁北园呢 幽州城中做陪嫁的院子 总有一座吧 何必到现在 才来找燕王府的不是啊 打嘴仗 高一伯夫人 自然不是南姑墨对手 只得恨恨地 瞪着南姑墨 本夫人说的是燕王府 星城郡主是什么人 能代替燕王府说话 不嫌自己管得太宽了吗 哼 本郡主只是燕王府的外甥席 按理说 确实是没有资格 代替燕王府说话的 可惜啊 这桩婚事来得太突然 燕王妃又碰巧 突然病了 世子妃同样也是身体不适 舅母只得将 府里事情托付给我 本郡主同样 也有些困扰呢 就算如此 我女儿也是燕王府 名正言顺 娶回来的儿媳妇 比你这个什么 外八路的外甥 喜敏 夫人 屋内 传来高一博 急声怒斥 若见口无遮拦 请郡主恕罪 南姑墨心中冷笑 这两个人都在屋里 却放任高一博夫人 在外面大放厥词 说不是故意的 谁信呢 高一博言重了 只是燕王妃预体为和 还请高一博夫人 自重才是 若是让王妃听到 什么风言风语 以至于身体无法大安 而无法出席婚礼 岂不是两位公子 和燕王妃 一生的遗憾 郡主教训的是 在下一定好好管束卓郡 还望郡主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敢 形成郡主 周老先生 别来无恙 哼 不如形成郡主 上下打量南姑墨好一会儿 周湘才开口道 郡主跟着魏公子一走了之 倒是爽快 却不知 你是否挂念 领尊的安康 周先生这话可是胡我 家父身犯弥天大罪 若是此时尚且安康 南姑墨倒是要怀疑 皇帝陛下能力了 周湘被他一句话赌回来 脸上也有些难看 盯着南姑墨 南姑墨纵是我生身父亲 梦式却是我亲生母亲 南姑墨对梦式一族所作所为 想必周老先生 也是听说过的 南姑墨纵是不忠不义 你身为人女 也不该不孝 周老先生读的书比我多 有句话想必 还是听说过的 以德抱怨 何以抱德 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荒谬 圣人之言 岂能让你如此曲解 无论南姑墨 做了什么 你不孝 就是大错 若是周老先生 与我异地而处 你当如何 我俊先生是文人典范 你可不要 只是说这好听的嘴巴事啊 我 看来周先生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那我还有一句话 想要送给周先生 周湘还没有从刚刚打击中 回过神了 只是铁青着脸 瞪着南姑墨 有句话说 站着说话不腰疼 周先生想必也觉得 很有道理吧 你 你 你 周湘胸口 一阵猛烈地喘息 指着南姑墨的手指直颤 旁边的侍从一看不好 连忙上前扶住周湘 将他扶进去 南姑墨看了一眼 还有些不服气模样的 高一博夫人 最后将目光淡淡地 落到高一博的身上 高一博若是对燕王府 有什么不满 尽管来跟母亲 或者本郡主直说便是 让夫人这样在院子 大吵大闹 不仅吓到院中吓人 也让本郡主和母亲 十分为难 毕竟 母亲还要为善家郡主的婚事 操劳呢 您说是不是啊 郡主教训的是 嗯 那就好 也不枉二表弟 特地过来拜托本郡主一遭 现在 不知两位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没有了 燕王府一切安排都十分妥当 岂敢有什么不满 卓金没出过门 不知分寸 郡主海寒 南姑墨点头 既然如此 我就先前告辞了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